おはよう エヴァ おはよう カルド 今日は一段ときれいだよ バラガ それとも もちろん君さ エヴァ 2092年10月12日 一艘名媒日冕号的宇宙飞船 刚刚结束任务 准备返航 忽然发现 遍远处的一颗小行星上 传来了微弱的求救信号 伴随着信号而来的 还有歌剧《蝴蝶夫人》那美妙的曲调 根据国际航空公报 日冕号必须前去实施救援 于是 船长伊万诺夫 带领着船员大岛 海因茨 以及米格尔踏上了失救之旅 目的地是一个宛若太空墓地一般的存在 那里布满了失势飞船的残骸 随着日冕号的不断靠近 太空墓地中的磁场也在不断增强 在登记完任务信息后 伊万诺夫和大岛留在舱内指挥 海因茨与米格尔则穿戴好太空服 手持激光枪进入了小行星的中心地带 那里正是呼救信号发出的地方 但两人刚进入这里 怪事便开始接连发生 众力突然恢复成和地球上相同的水平 并拉着他们急速下沉 落到平地上后 一座神秘的宫殿出现在两人眼前 大厅的正中央还挂着一个红衣女人的画像 那女人相貌端窗 十分美丽 四周是一片无边的寺寂 虽然求救信号并没有消失 大殿里却空无一人 海因茨和米格尔都没想到 太空墓地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甚至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这时米格尔惊讶地发现 窗外草地上跑过了一个撑着白散的红衣女人 便连忙端起激光枪追了出去 却发现那只是立体投影 并不是现实 而女人也消失了 海因茨闻声而来 却突然被身后的某件东西撞倒在地 原来是一个天使模样的雕像 头顶着食物移动到了门边 嘴里还念念有词 说这是夫人的午餐 撞到海因茨后 雕像立刻返回了原地 只留下满桌的美味佳肴 看到这一幕 海因茨和米格尔都惊呆了 天真的米格尔无所顾忌地拿起桌上的酒杯 痛引起葡萄酒来 可他还没喝几口 就突然腹痛难忍 因为葡萄酒早已腐烂发臭 仿佛已经被放在这里几个世纪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稍稍好转的米格尔推开一扎暗门 想要测试是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立体投影 却偶然窥见了夫人的回忆 那是他刚结束演出后的一幕 夫人收到了男友卡尔罗送来的鲜花 卡片上标记的日期是2005年6月11日 随后夫人和所有人都在米格尔眼前消失了 那束花却成了食物 被留在了桌上 米格尔顿时大惊失色 认为也许这里真的有幽灵在游荡 通过陈列势力那台还在放声歌唱的旋转人像 米格尔和海因茨终于得知了夫人的真实身份 夫人之名爱瓦弗里德 逝世于2031年7月3日 生前是一名著名的歌剧家 曾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并与男高音歌手卡尔罗兰巴迪订婚 爱瓦对卡尔罗爱得如痴如狂 即使自己因为事故失声 也坚持为卡尔罗表演 并转行做了舞蹈家 然而卡尔罗却在与爱瓦结婚前夕离奇死亡 在此之前 两人的关系也并非没有裂痕 爱瓦所做的一切努力 大多都是为了留住卡尔罗 对于卡尔罗之子 外界众说纷纭 大部分人都认为 可能是某个狂热歌迷做出的举动 可凶手最终也没有被找到 失去卡尔罗后 爱瓦就此从公众视野里销声匿迹 独自一人来到这颗寂寞的小行星 余生都在回忆中生活 根据伊万诺夫的反馈 求救信号目前距离米格尔与海因茨不足70米 由于任务执行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两人立刻决定分头潜入地下室寻找 全然没有注意到墙壁上的雕像正流出血泪 突然蝴蝶夫人的曲调 再次传到了米格尔的耳中 一台流着血的破旧钢琴 正独自弹奏着爱瓦的乐章 吸引着米格尔走进一个幻想中的美好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有着开满鲜花的庭院 穿着红裙的爱瓦 米格尔刚走进这里 就被爱瓦铺个满怀 成为了卡尔罗的替代品 迷失了心事 定一边 海因茨迟迟听不到米格尔的回复 心中渐渐焦急起来 伊万诺夫发现 小行星附近的磁场已经逐渐失控 连忙呼叫两人捧回飞船 但海因茨和米格尔都没有接收到消息 与此同时 正在寻找米格尔的海因茨走进一个房间 也发现了爱瓦的身影 可他刚一走近 就被爱瓦用匕首刺伤 在痛苦倒地的那一刻 海因茨回想起了自己在地球上的家庭生活 想起了自己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艾米利 离家之前 他曾经送给艾米利一件太空服 许诺有朝一日会带着他飞上太空 然而 在此时的回忆里 海因茨却发现 妻子温柔的脸庞 变成了爱瓦凶狠的脸 爱瓦坚决不许海因茨离开 甚至打算将它变成石头 海因茨连忙恢复理智 用激光枪将幻象击个粉碎 逃离了那里 并终于与伊万诺夫再度取得了联系 但米格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已经被爱瓦设下的幻象所迷惑 心甘情愿对着他献上戒指 决定永远留在这颗行星上 面对此情此景 海因茨连忙大步向前 呼唤着深陷淋雨的米格尔 打乱了爱瓦的计划 为了报复海因茨 爱瓦便对他再次设下幻象 让海因茨误以为 自己和女儿艾米莉 一起被困在了陡峭的房顶上 并眼见女儿被活活摔死 而想要救活女儿 海因茨就必须走向爱瓦 留在这里 就这样 海因茨再次在幻象的控制下 如牵线木偶一般失去了自我 但对于女儿深厚的爱 还是让她猝然惊醒 又回到了现实 她终于明白 爱瓦就是杀害卡尔罗的真正双手 为了不失去她 她竟选择这样残忍的方式 永远独占她 用死亡将她封存在记忆里 想到这里 海因茨大声叫喊着 记忆不是用来逃避的场所 拿起激光枪 对着爱瓦的幻象不停射击 想要摧毁这个可怕的梦魇之地 就在这时 小行星也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吞噬体 开始吞噬起日眠号 难怪所有途径此地的飞船 都再也没能离开 费了宝珠飞船 伊万诺夫和大岛 不得不向着小行星发射起炮弹 伴随着一声又一声巨响 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太古不识归中苦 与君情觉催我老 幻象成灰歌舞进 景色终究复花年 朦胧中又出现了那位 身着红衣的太空歌姬 正动情地演唱着 缠绵翡色的乐章 在她腐朽的记忆深处 永远都有这样一座 不老的玫瑰宫殿 里面住着她和她深爱的男子 没有背叛 没有伤害 没有别离 故事配老九 明朝再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